共同生活22年 老伴儿却成了他的心病 追根溯源能否揭开他的身世之谜 寻找家人 多方协调 户口迁移 惹分歧 我妈去了他那儿不给户口 你们就一个月也千块钱 一个月也千块钱给我 我说你没接受 捡来的老伴儿 画面中的这位老人名叫杨吕忠 今年60岁 是朔州市应县 镇子良乡 东徽耀村人 因为膝下无子 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了 这老人的心里始终有一块心病 而这块心病正是自己的老伴儿 刘秀兰 不过严格来讲 刘秀兰和他并不是真正的合法夫妻 这就奇怪了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 他们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呢 困扰杨吕忠老人的这块心病 又是什么呢 这里是朔州市应县镇子良乡 东徽耀村 杨吕忠就住在村子的南边 12月16号下午 记者来到杨吕忠家里看到 家里的条件并不算好 这几间普通的房子 就是他和刘秀兰生活的地方 杨吕忠口中的刘秀兰 正是和他共同生活了20多年的老伴儿 因为患有小儿麻痹 从小又半边身子就受到了影响 所以这些年 家里的重担都落在了杨吕忠和他的侄子 小杨两个人身上 我叔叔这个条件也不富裕 家里条件也不好 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照顾我叔叔 然后我这个婶婶来 他这个身体也不好 就是说他有那个小儿麻痹 就是说他那个胳膊跟那个 有一个腿都是有毛病的 我叔叔年龄越来越大了 这个地里也干不动活了 原来刘秀兰不仅患有小儿麻痹 而且精神也不太好 平日里他很少出门 在家也只能做些简单的家务 如今他们两个人的年纪越来越大 身体也大不如从前 再加上杨吕忠和刘秀兰两个人 这些年也没有孩子 杨吕忠就想着 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看能不能给刘秀兰申请一些 基本的保障 小杨 刘秀兰 这个办个医疗博证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刘秀兰和杨吕忠相识 纯属偶然 两人生活的这些年 刘秀兰其实一直都没有户口 所以就不能享受 国家医疗 低保政策 等等所带来的优惠 也许大家这个时候会好奇 这个刘秀兰 他怎么就没户口呢 在他身上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这一系列的谜团 牵出了二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在这个饭 饭不是 吃饭 这转饭是别人吃饭 他有些就是吃 另外这个服务员就我去退 我说你九十块年 我说你不用退 我说你我给出去 我说给人聊个满头 杨吕忠回忆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 他一个人去城里赶集 快到中午的时候 进了县里的一家饭店就餐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第一次遇到了刘秀兰 或者是 他是头发一个炸的 破了衣裳 他又是有得带点手机 对于杨吕忠的再三学问 刘秀兰 始终只有一句话 就是我不知道 因为没能问出 什么有用的信息 吃完饭后 杨吕忠便准备回家 没想到 因为自己一时的怜悯之心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超出了他的预料 我回来 里面哥是回来了 哥是回来 我说你拿着这个 是一个小物件 没有小豆 没有这个小豆这个报纸 刘秀兰从县城 一路跟着杨吕忠回到家之后 还是单身的杨吕忠 便收留了刘秀兰 当时杨吕忠可以选择报警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两个人便同居生活在了一起 我们是初级坐的了 那一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那一的时候接了 这个南方骑药车 他其实骑得慢嘛 他也是后头这个女人短的 也是他隔着了 隔着了 结婚也算是 看他不是没那个啥 也没个区域出 就是好像我也确实过 就是那一年以后 就是我有车里有汗的区域 我的区域好就是躺在这 这些年杨吕忠慢慢地 从刘秀兰口中了解到 他很有可能是吕梁氏临线人 之前刘秀兰不仅结过婚 而且还有孩子 听到这样的消息 杨吕忠的心里虽然震惊 但也是存有疑惑的 刘秀兰告诉他的这些消息 究竟是真的吗 毕竟他的精神状态 并不像常人一样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杨吕忠也尝试着 和刘秀兰的家人进行联系 如果事情真的像是刘秀兰说的那样 那么当初他走丢以后 他的家人有没有找过他呢 有过一段婚姻 他为何选择离家出走 深入村镇 寻人究竟有何进展 我说你们有没有借过这么个女的 有谁认识的 减来的老伴 几年下来 邮寄出去的一封封信件 就向石沉大海 始终都没有回音 于是杨吕忠就商量着 让他的侄子小杨 开车前往吕梁市林县 想实地打听刘秀兰家人的信息 可结果呢 却和之前一样 每次都是 无功而返 这些年 小杨从未停止 帮刘秀兰 寻找他的家人 如今呢 随着两个人年纪啊 越来越大 刘秀兰的户口问题呢 也成了他们一家人的心灵 因为没有户口 就没法享受 国家医疗 低保政策 而想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就必须找到刘秀兰的家人 或者呢 是了解他情况的人 那么在户口这件事情上 杨吕忠又该如何寻找突破口呢 为了替刘秀兰 申请办理医疗和低保等事宜 期间 杨吕忠没少找过村委会 可是始终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就刘秀兰 来往出来二十多年了 可他实际是 国土社会二十多年了 小鸡摆点衣包啦 那个药楼啦 都以为他们好看 就摆不下来 对于杨吕忠一家的情况 映现镇子良乡 东徽耀村的村支书也很清楚 虽然同情杨吕忠和刘秀兰 如今的遭遇 但是想要帮助他们 还是要走合法的程序 鉴于这种情况 杨吕忠的侄子认为 当务之急 还是得帮刘秀兰 找到他的家人 才能解决户口的事情 于是 小杨灵机一动 想借助短视频平台 通过零线级主播 来寻找刘秀兰的亲人 那么 这种方法 又能否行得通呢 他有主播 在直播嘛 然后我就跟那个主播聊天 我说 你那个 把我打听的人 我说 我叔叔 我婶婶来我们这里 二十年了 他老是说 是你们这里的人 但是 我写信也不回 给村子说打电话 也没这个人 我说你麻烦你把拿着这个照片 到这个村里面找一下 最终 杨吕忠的侄子小杨 通过某直播平台 找到了一个 名叫高林统的主播 并将叔叔家里的实际情况 告知了对方 小杨将刘秀兰的照片 发给林宪的主播高林统之后 高林统当下便决定 帮助打探 刘秀兰家人的消息 除了平时 利用直播平台 询问大家 是否认识刘秀兰 和他的家人以外 他还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 走村串巷 四处打听 多分明吧 有的从左村的 右林的 我说你们 有没有见过这么个女的 有谁认识的 他们也 早了睡到好多 也不知道是 一次次碰壁之后 高林统也曾想过要放弃 可是 一想到杨吕忠 刘秀兰这对老人 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而这种 看似最简单的寻人手段 却换来了一个好的结果 看到有人认出了照片上的刘秀兰 高林统既兴奋又激动 于是 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小杨 得知消息后 小杨拜托高林统 继续打探刘秀兰家人的信息 经过几天的走访 高林统通过村民 获得了刘秀兰大女儿的联系方式 来进一步确认此事 然后就大女儿就一眼认出来 这个就是她的妈妈 然后就 就打电话联系 跟那个主播 然后要的我的联系方式 原来刘秀兰的家 就在临县白文镇药头村 二十多年前 在她离家出走之前 不仅有过婚姻 而且还生了两女一男 共三个孩子 第三天 他们第一次三个 就来了我们这里了 来了我们应现 这个敦婚药村 然后一看一聊天 跟我婶婶一聊天 确实是她的 失散二十二年的母亲 时隔二十二年 母子再次相见 虽然没有紧紧拥抱 声泪俱下的场景 但是也能想象得到 刘秀兰和孩子们心中 那种难以掩饰的喜悦和激动 那么刘秀兰之前 有过一段怎样的婚姻呢 既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她为什么还要选择离家出走呢 据了解 刘秀兰的家里 有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经过多方打听 我们找到了她的哥哥 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但很多事情 她依然记得很清楚 据刘秀兰的哥哥说 刘秀兰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在父亲的安排下 嫁给了比她大十岁的丈夫 那时候虽然患有小儿麻痹 但精神方面没有问题 后来听说妹妹走丢以后 娘家人也曾四处打听 寻找过她的下落 但始终没有找到人 找不到之后 是不是就以为她已经不在 这么多年 美美想起刘秀兰 她的哥哥 还是会忍不住念叨自己的妹妹 在刘秀兰走失的日子里 她哥哥跑遍附近的村镇 打听妹妹的下落 接连找了几个月 都没有妹妹的消息 便以为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曾经的一段婚姻 为何走向破裂 就是每天出嫁 每天打 就这样就 我妈就离开 户籍刚恢复 赡养问题 又惹争议 他们不要我们自己要呀 他们一起从哪儿借的坛 再让他们放到哪儿去 我们自己就去呀 我目前到了她家 就是也能自立了 也能做了费 也能洗了衣服 捡来的老伴 前面我们讲到 刘秀兰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虽然患有小儿麻痹 但是精神方面呢 是没问题的 好好的一个人 婚后为什么会出现精神失常 甚至要离家出走呢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 我们的记者呢 找到了刘秀兰之前的婆家 可得到的答复却是啊 她之前的丈夫早在七八年之前 就已经去世了 村里呢 也没有别的亲人 事后呀 我们的记者呢 决定寻找她的三个孩子 对于家里的情况 他们又知道多少呢 刘秀兰婚后 曾有过三个孩子 大女儿目前在内蒙古包头 小女儿在外地打工 儿子则是在太原送外卖 事后经过多方打听 我们找到了她儿子的联系方式 电话里面进行沟通之后 她同意和我们见面 您多大的时候 你妈走丢的 哎呀 十二岁吧 一个是 当时走丢的时候 您有印象吗 对母亲 有 可对 笑着她回来 但是受不了她 据刘秀兰的儿子讲 自打她济世的时候起 父母两人的感情 就一直不太好 一开始两个人磕磕绊绊 到后来两人除了争吵 还会经常动手 我爸的脾气有点不好 但是我妈也就是说 这个吃得不好 那个吃得不好 就是这样就一来二去 又不和了 我听我姨姨说 她不想嫁给我爸 是被家人逼逼的 我爸那边嫁过去 就这样 臭腹着火 火下来 剩下我们三个子妹三个 后来妈 就是每天要出嫁 每天要打 就这样 我妈就离开了 穆彩蓉说 母亲刘秀兰 离家出走后的前几年 他们一家也曾四处打听 多方寻找 因为迟迟没有母亲的消息 逐渐便放弃了寻找 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也有人打我过 也有别的说她在陕西那边 让我们去陕西那边走 但是看了白天人家说 不是你妈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 二十多年来 因为一直没有母亲的任何消息 穆彩蓉姐弟三人 就觉得母亲可能早已经离开人世了 直到接到高林筒的电话之后 他们才得知 母亲竟然还活在这个世上 去年反正是我跟我姐姐 我妹妹 我们三个人去了 反正给她洗走 酒自家 反正过来给她买了点衣服 买了点吃的 就是这 几年我去的时候 给她买了水果 那赖七八糟 反正她吃得多些 在姐弟三人的张罗之下 他们带着母亲刘秀兰 在临县公安局白文镇派出所 户籍民警的帮助之下 重新给刘秀兰上了户口 安顿好母亲刘秀兰之后 孩子们就想着 这些年只要母亲过得平安健康就好 至于她想跟谁生活 那就尊重她自己的意愿吧 可是户口的事 这边刚办理完 杨吕忠那边就提出 想把刘秀兰的户口 迁到硬县去 当双方谈及关于刘秀兰的 赡养问题的时候 穆采荣和杨吕忠 两方之间却产生了分歧 穆采荣的意思是 这些年 母亲和杨吕忠西夏无子 将来母亲养老 还是得靠他们姊妹三人 所以他们不同意 将户口迁到杨吕忠这边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 将来母亲百年之后 他们更想让母亲 跟自己的父亲合葬 随后 我们也将穆采荣的想法 转达给了小杨 我子生在我们这里 在我们村里 生活了22年了 他现在还活着 他每天的吃饭 看病 都得开销花钱 他又是一个残疾人 如果他们儿女们那边户口 不切的话 不保护我们这边切户口的话 作为儿女们 他们应该付点赡养费 可以让他父母生活 过得好一点 在刘秀兰的户口的问题上 穆采荣和杨吕忠各持己见 穆采荣认为 如果将母亲的户口 签到杨吕忠那儿 在赡养方面 他们就不应该负主要责任了 而杨吕忠一方则认为 签不签户口和赡养老人 这是两码事 就因为这个问题 双方一直就僵持不下 他们不要我们自己要牙 他们一起从哪儿借的谈 再让他们放到哪儿去 我们自己就去 我目前到了他家 就是也能自立了 也能做了饭 也能洗了衣服 其实双方现在存在的矛盾 主要在刘秀兰最终的 归宿问题上 一边是自己的孩子 另一边则是生活了 二十多年的老伴 但是想要让刘秀兰的户口 签到硬线 首先一个前提就是 杨吕忠和刘秀兰 必须得有结婚证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杨吕忠又是什么态度呢 现在如果想签户口的话 前提条件必须是 你们俩得有结婚证才行了 那现在没有结婚证 怎么签呢 签户口也不是说 随便想签就签的 得走这个正规程序了 而且签了户口 也涉及到刘秀兰的 这个赡养问题 你这边是什么态度了 这是刘秀兰的 三个外面的遇见 那么我会将预料 将去把外面 没遇见 如果刘秀兰的 别提我和刘秀兰 设划了二十多年 虽然它是采迦人 要的给我导致 那么在刘秀兰的监护问题上 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 从监护的角度讲 那么刘女士毕竟是流落在外 那么在其 跟其他人也保持了一定 长期的这个同居关系 那么这个同居关系 从我们国家的角度讲 它在94年2月1号以后 它产生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叫它同居关系 它不叫实施婚姻 所以说还不能够产生 这个新的所谓的赡养 或者是监护这个职责 目前刘女士的这个监护义务 那么在她的原来的丈夫 不在了的情况之下 那么由她的成年子女 来行使监护权 还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从小患有小儿麻痹 她的精神又有问题 刘秀兰的一生 可以说是命运多舛 好在已经和自己的子女相认了 她的晚年也算有了着落 但是关于刘秀兰户口迁移的问题 双方之间还是应该协商好 各项事宜 依法依规 合情合理地走正规途径来解决 不过话说回来 杨吕忠和刘秀兰 毕竟在一块生活了22年 希望刘秀兰的三个子女 能考虑实际情况 尊重刘秀兰的意愿 千万不要因为双方的矛盾 而影响了她的正常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